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想为国家为两岸和平再做一些事情 随即他宣布了开放部分人士赴大陆探亲 从而结束了近四十年两岸同胞不相把来的局面 1987年末 方坚峰传荆国的病情十分严重 已病入高荒了 消息传开后 蒋经国的亲家汪德关很是着急 他准备从未知回台去探望蒋经国 汪德关的女儿是汪长师 汪长师嫁给了经国的儿子蒋孝武 是蒋孝武的第一任妻子 虽然不久就离婚了 汪德关是个电信专家 毕业于上海交大 到美深造归国后 在国民党邮电部门供职 曾任民国中南九省长途电话局局长 后在联合国国际电信委员会工作而至退休 对于经国的病情和身体状况 祖国大陆方面也很是关心 经过研究后 高层让新华社驻中国港市的社长黄文化 通过他的好友汪德关借他回台省之机 作为特使去看望蒋经国 汪德关得知要自己当特使后 他说 我很乐意为和评出一份力 就欣然接受了 成为了秘密特使后 汪德关带着女儿汪长师 从瑞士飞王港 在港市的时候 黄文化给了汪德关一卷入影带 要求转交给蒋经国 接过录像带后 汪德关飞往了台上 在台北市蒋经国的官邸 当得知沁着汪德关带着女儿 不远万里端程来台探望他时 蒋经国非常的感动 虽然儿子已与汪长师离婚 但是他仍然以沁着功和儿媳代志 谈话期间 汪德关找到一个最佳时机 他说 经国先生 这是那边一位朋友托我带给您的 说必就将好友黄文化所拖的录像带亲手交与蒋经国 经国心中一惊 急忙接过录像带 随即带着汪德关来到他的卧室 经国的卧室中央摆放着电视和一些播放设备 黄文化所拖的录像带播放开始后 指尖屏幕上出现了一个个令蒋经国既熟悉而又模糊的场景 这将凤化西口镇 青山微移 避水荡漾 镇东口 是五岭门 门上有五岭二字 蒋家老宅 蒋介石出生的地方 玉太盐铺 成长式居住丰稿房 蒋是宗慈 蒋经国住过的小洋房 这些均原封不动保持得非常蛮好 并且休息一心 蒋经国看到这些场景后 十分震撼 他心头一震 继续看下去 离蒋家三里外白岩山上的蒋介石祖坟和母亲的墓地 以及蒋母墓碑上由孙中山亲笔提写的蒋母之墓 依然故我 没有丝毫变化 蒋经国生母毛福梅的墓墓 一经过休憩 当年由戴记陶提笔写下的蒋母毛泰夫人之墓八个大字 更是历历在墓 肃墓苍境 当得知祖坟状况后 蒋经国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他哀叹道 我们父子败退后 大陆方面还我的祖坟 就居如此善待 如此尊重 如此维护 齐心如日月 昭然于世啊 蒋经国又紧盯着屏幕许久 任凭眼泪止不住流淌出来 看完录像带后 泪流满面的蒋经国对汪德关动情的说 大陆方面的秦国领了 你们的秦国领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